如果有考虑我换车 可以在中古车市场找选项的话 梁千 带我们了解一下 电动车的行情 因为好像刚好国外也有一些报告 让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波动的幅度 对 因为说其实如果我们对比 这个所谓的2024年的今年 其实整个电动车的中古车市场上面 你可以感受到 它的价格的浮动会是比较大 那到其实我会觉得 从这个9月以后 那其实大概整个中古车价 大概都已经修正完毕 那是已定了吗 那是差不多是已经定在这个地方 因为当然前提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包括特斯拉 它的价格的修正 目前来说 它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变动 为什么我特别要讲特斯拉的概念 是因为其实一般的这个坊间上面 其他品牌的电动车 它在定价上的策略上 不会像特斯拉浮动的这么厉害 相对来说它的中古车价 就比较容易评估 因为毕竟新车的价格就定在这边 但是因为特斯拉的状况是 它之前从190几万的车 涨到220几万 那对它们来说 这个预估上会比较高一点 你讲的是Model 3 对我讲的是Model 3 所以其实目前来讲 比较默批2022年 比较默批的Model 3 大概现在中古车市场上LR 大概你能够入手的价格 大概都在140万左右 大概就可以买得到 如果是SR 那大概呢 其实中古车价大概在120万左右 那Model Y呢 那Model Y的中古车价会比较好 大概会在160万 这个附近 670万 因为其实 地球王机械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这个是速力道 我们现在自驾就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要选择你也看不到吧 台下有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谢谢 scholarship speed 电视台 feeling 对 特有 冒เรา 好 你们 来 电视台